大家好 欢迎来到Math学院 在之前的课程中 我们已经学过了我们的Stream类型 包括我们的Hashi类型 也了解了相应的一些命令 那这节课呢 我们学习一下和Key有关的一些命令 等学完这些Key有关的命令之后 我们再来学像我们的集合呀 链表啊这样的类型 那其实呢在之前做Demo的时候呢 我们也写过一些和Key相关命令的一些内容 像我们写过Key信号 包括检查过Key是否存在 以及还查看过这个Key 这个过期时间 这是我们写过的 那我们一起一起来看一下 还有哪些和Key一件 和我们的Key有关的一些命令 好首先看第一个 就是我们写过的这个Key比较简单 它是返回所有符合给定模式的Key 它的语法呢也是Key加上一个你的匹配模式 那像我们写过这个Key信号 你看写一个Key信号 返回了所有我们这个当前库中的所有的这个Key 那接着还有哪些通配符呢 我可以看一下 像信号 信号呢就是一种通配符 包括我们的问号 还有像方口号 以及使用一些查找特殊字符的 可以通过反系杠X进行一个转译 那信号呢代表的是匹配任意一个字符 像一个零个一个或者多个 匹配任意个字符 可能有正则基础的同学呢 看这就比较简单了 对吧 那问号呢是匹配一个任意字符 那方口号呢 它相当于我们的一个字符2 它可以匹配方五号之间的一个任意字符 我们可以使用一个范围 包括呢也可以使用像这个一个杠 代表一个这样的形式的范围 假如说写个A到Z 那是A到Z26个字母这样的形式 它是匹配方过号之间的内容的一个字符 假如说你要写成一个B-E 那代表BCDE 对吧 如果你写到这种形式AB-E 就可以匹配一下ABACAD和AE 这样的形式 那最后呢还有这个反系杠X 我们可以 假如说你想匹配一个问号 这时候呢 它属于我们的特殊字符 就需要使用反系线来进行一个转译 匹配特殊字符 像我们写个反系杠问号啊 反系杠星啊 这样的形式 那我们可以来试验一下 假如说我们可以来设置一下 写成一个M-SET 写成第一个Key 1 1 接着2 指示2 3 指示3 4 指示4 5 指示5 6 指示6 再来一个7 7 一次设置多个Key Value OK 那接着呢 我想查找一下什么呢 我想查一下所有的 那这里边肯定是 又多了这一堆啊 CASE 信号 你看 7 5 2 6 都在这 1 这样的形式 那现在我想查找一下什么呢 CASE 信号写到这 这是所有的 符合我们模式的Key 现在我们再来试验一下问号 那问号呢 我想查一下 带O的 对吧 O前面可以有内容 O后面也可以有内容 我们就可以这么写 写成一个CASE O前面也可以有 后面也可以有 那你就可以写成一个星 代表0个 一个或多个 同样它后面也是 是不是还有点像我们这个 模糊查询的形式呀 对吧 两个百分号代表任意字符 是一样的 像我们Circle中的这个模糊查询 你看 所有带O的 是不是也查出来了 一共这么多 那接着我想查一下 CASE 也T开始的 后面跟上两个字符 你可以这么写 只有这一个 那以C开始的 CASE 接着前面是一个字符 第二个呢 是O 后面呢 可以有也可以没有 也可以结合起来来使用 看一下 这也可以 这也可以 你看到 O 第二个字符是O 第二个字符 接着前面必须要有一个 后面可以有也可以没有 那查找处都是符合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形式 好 那接着再来试验一下 假如说将匹配一个 CASE A 或者C 接着是 N到Z 后面可以有也可以没有 这样的形式 来查一下 你看 C开始的 接着N到C之间出一个 后面可以有内容 也可以没有 查询出所有以C开始的 这样的一个形式 这是我们的 匹配结果 CASE 比较简单 也比较常用 但是呢 在使用CASE的时候呢 尽量不要去使用一个信号 所以说信号呢 可以查出我们所有的键 但如果你的键很多的话 这时候你的性能呢 可能就要差一点 就跟我们Sircle中 不要查 使信号代替我们所有的字段是一样的 只查符合我们要求的一些字段就可以 这是我们的CASE 接着再往下 再看第二个 还可以通过Exists 检测某个次段 某个Key是否存在 检测 指定Key是否存在 那存在呢 返回为1 不存在呢 返回为0 加上一个Key就可以 这是它的语法 简单的来试验一下 我们就Exists 一下 One 这是我们刚设置的 是不是肯定存在呀 对吧 再Exists一下 Test St 11 也存在 再写一个111 不存在 是不是返回为0呀 这样的形式 比较简单的 接着第三个 还可以得到 这个Key 存储的一个类型 通过Type 得到返回Key 所存储的一个类型 像是字符创类型呢 还是哈希类型呢 还是集合 还是有序集合 还是我们的链表 就可以通过它来实现 Type 语法呢 Type加上一个Key 就可以得到 好 我们来试验一下 Type一个 Test St 1 1 接着再Type一下 One 那 那 STI11呢 应该是我们的 字符创类型 没问题 那Type一个One呢 应该是我们刚才写的 这个 Stream 类型 再来一个 Test Type Us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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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fo 2 这是我们写过的 你看 是不是我们的 哈希类型呀 对吧 其他的也是一样 那我们现在只学了这两种类型 我们就测试一下这两种类型 就可以 User Info 2 那如果一个不存在的Key呢 它会返回一个 Not Type一个 No Exist Not Exist 返回一个 Not 它的返回值 一共这几种 不存在的Key Key 返回 Not 那如果是 字符创类型呢 它返回的是一个字符创 哈希 包括Site Zsite 还有我们的List 这是它的返回值 也是比较简单的 那再往下 第四个 我们还可以来设置 这个Key的过期时间 通过Expare 设置Key的过期时间 也就是它的生命周期 也是可以的 它的语法呢 Expare 我们也写过 Key 加上一个秒数 Seconds 单位是秒数 好 在这儿呢 需要注意一点 我们可以对一个 已经带有我们生存时间的 一个Key 进行我们的Expare命令 那这时候呢 相当于把之前的 这个过期时间 重置了一下 变成我们新的一个 过期时间 还需要注意 在我们Redis 2.4的版本中 过期时间呢 它延迟在 一秒钟之内 即使呢 这个Key已经过期了 但是它还可能 在过期之后的 一秒钟之内 我们访问它的时候 也能得到这个值 而在我们这个 Redis的2.6的版本中的时候呢 这个延迟就被降到了 一毫秒之内 所以说这一点呢 大家也需要知道一下 那它设置成功的 返回为1 那设置失败的 或者这个Key不存在的话 返回的是一个0 我们就可以来试验一下 写成一个 Site CatchPage 缓存的网页 假如说缓存一下 我博客的网页 pffamily.org 多长时间呢 写成一个100秒 先来设定一个 Site一个Key pffamily.org 设置成功之后 再通过Expare 加上一个CatchPage 多少时间 100秒 来试验一下 好 成功 接着再来 执行一下Expare命令 设置这个Key的过期时间 成功了 1 那现在你再通过TTL 我们也写过CatchPage 你看 变成93了 91 那如果说此时 你再重新设置一下 变成1000秒 那接着你再得到的时候 又从 又把之前的过期时间 给覆盖掉了 也是可以的 好 那如果你要设置一个 不存在的 PagePage1 这时候呢 返回的是一个0 因为这个键 因为这个键不存在 这是我们通过Expare 来设置键的过期时间 需要注意 刚才说的 这一点就可以啊 就延迟那个 我们有个了解就可以 但是可以知道 如果 如果Key已经存在过期时间了 再通过Expare 设置的时候 会覆盖之前的过期时间 这一点需要知道 这是我们的第四个Expare 那现在呢 你看到这是一个秒数 接着我们也可以通过 第五个Expare at 它呢 也是设置我们的过期时间的 它和我们的这个Expare 差不多 只不过 我们在Expare的时候 是指定多少秒之后 那Expare at 在某个时间点 这时候呢 需要传一个时间戳 这是他们两个的区别 需要指定 指定 但指定 时间戳 过期 那他的语法呢 也是Expare at key 接着 加上一个时间戳 timestamp 这是他的语法 那我们可以来试验一下 假如说我们先得到一下 当前的时间戳 在这呢 我已经给大家得到了 小心一下 8080 一会呢 把它给大一点就可以啊 写生一个 啊 set一个 catch page1 假如说 我们缓存一下 我们mess的 主页 接着 Expare at catch page1 这是我们刚才得到的时间戳 我们让它变大一点 我们让它变大一点再重新来刷新 110 接着我改成一个810 好 来试验一下 差不多 差不多 ok 再来得到一下 设置一下 我们的过期时间 接着你ttl一下 catch page1 675秒了 672秒 这样的形式 它是指定一个时间戳 记住时间戳的一个形式 好 这是我们的expare 包括expareat 来设置我们的这个过期时间 那接着呢 我们这是以秒数来设置 还记得我们还有一个毫秒 对 还有我们的毫秒的形式 也可以使用下我们这种 p expare 包括 p expare at 那第一个呢 就是以毫秒的形式 指定过期时间 那它的语法呢 也是比较简单的 p expare 加上一个key 根深的是毫秒 在这里注意 是毫秒 好 我们可以来试验一下 再来 再来set一个 catch page 2 http 3w 假如说我们也是 mysedu .com 接着 p expare 接生一个 catch page 2 多少毫秒呢 写上 5000 5万毫秒吧 来试验一下 想得到毫秒 以毫秒形式来返回我们这个键剩余的时间 可以通过pttl 是不是我们也写过呀 加上我们的键 catch page 2 刚才我们没有设置成功 上面是不是写的是catch page 对吧 catch page 2 接着在pttl 写成一个catch page 2 你看到还剩这么多毫秒 4万多 这样的显示 那接着再往下 p 是不是和这个是一样的 这也是指定 时间戳 单位是毫秒 毫秒 就简单写了 语法 p expare at key 加上一个毫秒数 加上一个时间戳 timestamp 但是这块呢 是记住是毫秒 是毫秒 我们再来先试验一下set一个catch page3 简单的试验一下pxpare at写成一个catch page3 多少毫秒过期呢 把这个拿过来 123456 改成一个19 试验一下 成功 接着 再来设定这个key的过期时间 那如果过期之后呢 你再得到的时候就得不到了 你来试验一下pttl catch page3 还剩下这么多 再见 再见 这样的形式 如果它过期之后呢 就得不到 我们可以再得到一个get catch page1 看一下它的声音秒数 catch page1 还有这么多秒的 一会再来个就已经没了 这样的形式 这是我们通过pxpare at这样的一个命令 好 接着再往下 就是我们刚才写过的 像ttl 包括ptttl 就是比较简单的 ttl和ptttl 那ttl呢 是以秒为单位 单位返回key 的剩余时间 或者说生命周期 那ptptl呢 是以毫秒为单位 返回key的剩余时间 这两个也是对了来计 那语法呢 比较简单 ttl加上一个key 它就是ptttl 加上一个key 这样的形式 但是需要注意啊 如果这个键 要是没有 设置过期的 那通过我们的ttl 来得到这个值 这时候呢 它返回的是一个 负1 你可以看一下 我们可以设置一个key 如果它没有设置 过期时间 通过ttl 返回的是一个负1 注意 如果没有设置 如果没有设置key 没有设置过期时间 返回的是负1 还需要注意 如果key不存在 返回的是一个负2 记住key不存在 返回的是负2 那如果存在 还有过期时间的话 返回它的过期时间 这一点需要注意 但是还需要知道一点 在我们的redis 2.8之前呢 如果这个key要不存在的话 或者说这个key 没有设置剩余 设置我们的这个 剩余时间的话 或者过期时间的话 它返回的都是一个负1 好 我们来测试一下 set一个catch 还是拿catchpage吧 3w.bydo.com 那这时候 你要通过ttl 来得到这个catchpage4 它返回的是一个负1 ttl catchpage4 你看到负1 如果你要设置 要得到一个不存在的key 它返回的是负2 这样的形式 那如果此时 你再来设置一下 catchpage4 5 这返回的是负2 如果你再通过exper 设置一下catchpage4 指定一下100秒 这时候你通过ttl 返回我们的catchpage4 会得到它的 剩余时间 ttl catchpage4 96秒 这样的形式 那这个pttpl呢 我就不带着大家 再来做这个案例了 是不是和我们这个ttl 差不多呀 好 那下来之后呢 大家先把前几个 这九个和k相关的命令 来试验一下 那下一节课的时候呢 我们再把剩余的 剩下几个命令 给大家说完 这节课呢 我们就上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收看 感谢大家的 谢谢观看